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 第一星期日 1月5日 亦是我刚刚做完化疗的第五日 今天我觉得精神挺好 因为有时候做完化疗都很累 真的累得眼睛都叉不开 有时候就挺好 所以很感谢主 每一天都很感恩 很感谢神给我能够有生命的气息 再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和分享我的病况 而且我真的很感激 很感谢大家 一直为我祷告 支持我 鼓励我 给我真的很大的帮助 上次我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是在芝加哥 在我自己家 现在我置身在西雅图 在一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夫妻的家 为何会这样的呢 提到上次我还在做化疗在芝加哥 我芝加哥的医生 他就建议我吃那种口服的化疗药 已经吃了五个Cycle 接着去照CT scan 照出来的情况 就非常之不好 因为那些癌细胞已经在干了 那时候呢 是越来越多 不单止在左边 确散得很厉害 连右边都有了 所以当时呢 我这个芝加哥的医生 就说 转吃第二种化疗药了 那就不要吃了 直接是吊针的 那种化疗药呢 就是直接打入我的血管 就通往全身的血液 就 当我要做这个化疗的时候呢 那这个医生呢 也都说 做了一个电疗 那那个电疗呢 叫做Radio Amborization 就不是在外面做的 是在身体里面去电的 所以是要 之前要做一个手术 Mapping 的手术 就要很清楚知道 里面的血管的路线 一个图 去到肝的位置 而且只能够 电左边 右 Cancer那边 而肝的右边 它又不能够电 那所以 但是 他仍然说 建议我去做 那 那当然我那时候 就OK 那就做了 那在同一天里面 我不单止要做 Mapping 的手术 也都要做一个Port 的手术 因为呢 是方便我以后做化疗的 因为我第一次癌病的时候呢 做化疗 就有一个Port 那当我完成化疗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一个月 一个半月就已经拿走了 那所以呢 我现在要再做化疗呢 如果每一次在手的时候打进去 是很伤手的血管 而且都很不方便 也都很痛 那所以 一定会再做一个Port 那所以呢 那天我同一天呢 就要做这个Mapping 的手术 还有呢 也都要做这个Port 的手术 就是方便以后 化疗的时候呢 将药直接打进这个疑气 然后通往全身的血液 那样 那当时 做手术那天 我都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 因为已经觉得自己的肝的位置很痛了 还有呢 也都肿了出来 那我当时做完这两个手术之后呢 身体很虚弱 那三日后呢 我要继续化疗的 回去诊所 那也都很奇妙 在那个时间呢 有一位何牧师 那他就来到我们教会分享 那他就知道我的情况 所以呢 他就跟马牧师说 建议呢 不如去西雅图 去找一个徐文辉医生 因为这个徐文辉医生呢 是对医治癌症末期的病人呢 是很有经验的 还有他是有成功的个案 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当时 马牧师就把这个消息回来 就是告诉我 那我们一家人都祈祷了 那心里面都很平安 都是将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主的 求主带领 那当时呢 就将我的2011年10月 我开始确诊 知道有cancer 有breast cancer的时候呢 那我的手术 之后的化疗 接着到2013年 再复发肝那时候 所有的资料 治疗的过程 那些影片 都传给这位徐医生看 那这个徐医生呢 看完我的所有资料之后呢 那他就说呢 尽快来啦 就不要拖了 因为时间无多 那样 那当时呢 我自己心里面 真的很平安的 我很清楚 神的声音是要我去的 所以呢 我是完全没有顾虑的 那我家人就问我 什么时候出发 那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哪一天出发好 因为呢 那时候我做完化疗呢 就是有些浪费的效果 令我很不舒服 那后来我们都觉得 要尽快啦 那我相信 如果是神带领我去呢 神一定会保守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要预计机票 那在我化疗的第三天呢 就出发去西雅图了 我记得我化疗完第二天 还在发高烧 那但是第三天的时候呢 我的烧都退了 那我感谢主呢 很顺利呢 能够带领我 坐四个小时飞机 没有感染到細菌 真的很感谢主 来到平安 来到西雅图 那当我第一次 见到这个 Dr. Chu 这位徐医生呢 我心里面呢 我觉得是神为我预备的医生来的 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也都不知道他任何资料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见到他 那他将我所有 2011年到2013年的病历呢 高呼一次跟我谈 然后呢 就跟我做身体检查 那他就见到我的肝呢 已经肿起了出来 那他按下去摸呢 他说哇 还硬了的 那他就是告诉我 是很严重的 那我说 是很严重的 他说是呀 正常人是不会自己摸到自己的内藏的 你看你已经 腫了出来 那我说 那我还有多少时间 他说几个月 他说几个月 我说我只有几个月而已 几个月的命 他说 最多都不会超过半年了 那我就跟这位徐医生分享 我告诉他 我说其实我在芝加哥这么远来 而且我在芝加哥是在做化疗 也都预备要做一个电疗 连电疗之前 要做过Mapping手术 我都做完了 那我现在把芝加哥所有的治疗都放弃了 我做这个决定 来到这个西雅图 把我的治疗交在你的手上 我说是要很大的信心 我说这个信心呢 完全是因为我信靠我的耶稣基督 我真的很信靠主耶稣 所以我对你一无认识 徐医生 但是我是很相信我的主耶稣 我来之前 我的女儿跟我说 她说 如果你留在芝加哥 你一定会死 因为你这个芝加哥的医生 一直都很疏忽 如果你去西雅图 你一定可以治好 那我跟我女儿说 我说 如果我真的可以治好 不是这位医生的能力 是神用这个医生 给他有力量来医治我 所以我想告诉你 徐医生 医生都不过是人 我知道 神是要将我带到这里 将我交给你医治的 所以 我知道如果我治好 是神给你有这个能力和智慧 但是如果我真的不好的话 其实我也知道 这是God's will God's authority 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主权 因为我生命在祂手上 所以很多人都为我祷告 很多人都会为我医治我的医生去祷告 所以很多人都会为你祷告 徐医生 当时这位徐医生 听到之后 是这样的反应 他说 是的 我是普通人 医生都不过是人 我很少人帮我祈祷 所以我很开心 如果有人帮我祈祷 我说 真的好 我很感谢主 祂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基督徒医生 因为祂也是信主 我从来不认识祂 但是他让我感觉他很谦卑 那当我第二天就开始化疗 在这个疗程里面 那我的治疗呢 和一般传统的治疗很不同 因为Dr.True采用那些治疗的方法 是他自己去配制的 即是他有一些化疗 即是有一些化疗 即是有一些化疗 他会配用哪几种一起 就不是一种一种这样做 所以我每次化疗 我都有四种的化疗药 再加多四种 就是那些敏感药 止痛药 止痘药 止痒药 和那些铝骨唇 再加上四种的化疗药 所以有八包药 在那不断做化疗 所以由早上做到晚 都要做很长的时间 那 但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心里面真的很平安 和很感恩 因为我觉得神是将我带到西雅图 接受这个治疗的 那我逢星期二 就会做化疗 我一个星期做一次化疗 所以每逢星期二 就要去做化疗 化疗完当日 就会无事 和我打一支针 就是帮助我的红血球 因为我的红血球 比较低 我经常都贫血 所以做完化疗 就打一支红血球的针 然后回到家 在未来的五天里面 我要自己帮自己打针 我要帮自己打八支针 当到星期一的时候 我就要去抽血 去医院 就给别人帮我打针 抽血 就看下我的红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 和肝指数 和其他的血 就是表示我身体的状况 出来的报告 然后到星期二 再去做化疗 所以每一个星期 都是很忙的 都很充实 很精彩 我觉得就是化疗 星期一就是抽血 星期二就是化疗 接着 连续的五天 就自己和自己打针 接着又回到抽血 化疗 如是者 每个星期都是这样进行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 因为在整个化疗里面 都是在进步 我要多谢大家为我祷告的果效 也是神的恩典 我今天 今次在西雅图做了第十次化疗 还没完的 治疗还要再做 做到一月底 再要照一个CT scan 看看情况是怎样 里面的肝的情况 但现在第十次化疗 出来的结果 就告诉我们 我的肝指数 有三个指标 都已经回复正常 是回复正常的 又当初很高很不正常 现在是回复正常 真的很神奇 我也觉得很奇妙 我就问徐医生 我说 我三个肝指数都回复正常 那会不会没有cancer 就是我和牧师都问徐医生 徐医生 徐医生就说 是不会的 他说 因为你已经是stage four 了 癌症抹期的人 是不会没有了cancer 不过你的肝的功能 现在是很转了 那我就说 我不会没有cancer了 他说 在医学研究的角度 告诉我们是不会的 不过这个是外面说的 那我就说 I trust the God of miracles 你那个诊所的门口 一进来 就已经有一节金句 写着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所有东西 在主要里面 无难成就的事 我觉得真是好奇妙 Matthew 1926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我和徐医生说 我说会有miracle 他说是呀 所以我们都信 有成绩的 所以 我心里面 其实是 每天都经历成绩的 因为我自己很感受到 我已经是一个 癌症抹期的人也好 我仍然觉得自己 是 运作得很好 很感恩 所算神的恩典 是所算不尽的 我很感谢神 带领我们 能够平安 来到西雅图 接受徐医生给我的治疗 我很感谢神 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基督徒医生 我发现徐医生 他很有爱心 对每一个病人 都是这么有爱心 很用心去聆听 很用心去医治 所以我是很感谢主的 第二 我很感谢神 给我一个很好的 可以休息的居所 我很感恩 神的丰富预备 艾弟兄的夫妇 爱心的接待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他夫妇和我分享 就说他之前 他买很多间屋 都买不成 但是 最后 终于就买了一间 这么大的屋 他说 都不知道 为何神要他们 买一间这么大的屋 不过又是一个 很划算的价钱 但是现在他知道了 原来神 一早就预备了 这个地方 是给你来住的 我听了之后 我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想到 圣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 提到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于缺乏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 神给我的供应 真的很丰富 我听到神的声音 祂叫我去 我就去 凭着信心 神给我看到 祂为我开路 真的 此面一切 祂都是丰丰富的供应给我 就好像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耶稣爱我 不要为明天忧虑 天父会看顾我的一切 我深深感受到 神真的很信实 就好像圣经 肥立比书四章七至八节 里面提到 祂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值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女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真是深深经历到 神的话语 真是很实在 很有能力 还有我很感谢神 就是我来到之后 我都适应得很好 每日仍然都有死得 其实一直我病的里面的过程 我都坚持希望可以 每日都能够做运动 唱诗 祈祷 背圣经 祈祷和神聊天 每日 虽然有时我很累 有时精神好些 但每日我都会这样做 我觉得每次我 亲近完神之后 那个力量真的很大 让我整个人有力量 很精神 还有运作得很好 就是死得 又吃得 又睡得 又哭得 又哭得 又笑得 起落的心乃是良弱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真的很宝贝 所以我没有受到 大家看到我 我觉得全是神的恩典 以及大家 祷告的力量 的果效 所以我还可以 自己又可以 煮东西给自己吃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 神很奇妙给我 有这样的精神 我不单止可以煮给自己吃 我也可以煮给别人吃 所以我很开心 还有我每天 当我和神聊天的时候 我发觉神为我预备这个环境很好 因为这间屋 在山上 所以空气非常之好 还有我看到很漂亮的高山 连着天 因为芝加哥一座山都没有 当我一直在背圣经的时候 尤其是诗篇121篇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以来 一路背一路背上 哇 真是神很伟大 那个景象很配合 整个身心灵都打开 真的很舒服 还有晚上就看到很漂亮的 很闪耀的星空 一路唱着诗歌 赞美 很感恩 我真的每天都很喜乐 还有很感恩 很感谢主 好多谢大家的祷告 好感谢神 还有感恩的事情还有很多 好奇妙呢 这个屋的屋主 魏弟兄夫妇 他们介绍我们 认识了一位 末期癌病的姊妹 这位末期癌病的姊妹 她已经很绝望了 她什么治疗都不做 她已经预备了 善中服务在她家 准备死了 她还有三个很小的小朋友 那天魏弟兄夫妻 就带马牧师去探访这位姊妹 鼓励她不要放弃 还有要去做化疗 我就通过电话去鼓励她 我就告诉她 只要你肯做化疗 其他事情不用担心 我说你不可以放弃 还有我说小朋友 她安排可以被邻居照顾着 我和牧师去接载她做化疗 因为我都要做化疗 还有我又可以煮了午餐给她 所以你不需要忧心 只要你去做化疗就可以了 现在看到她化疗很有进步 她精神了 善中服务都不用了 所以很感谢主 所以我每次 我一直煮食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没有想过 可以这样去侍奉神 还有我觉得真的很奇妙 还有让我认识了很多战友 就是在化疗中心里面 其实我们个个都是严正末期的 我们化疗的地方 就围着一个大圆圈 一个大房的树 都有些小的房间 但我们很多都是坐在一个大房的树 大家每次回到化疗 就像一个big family那样 很warm的 我们大家都会分享 有时候 你上个星期怎么样 化疗软 那些sign effect 怎么样 顶不顶得住 真的很开心 其实我每个星期二去做化疗的时候 我还认识了不单是战友 和战友的家人 他们都会说 你的样子最不像有癌症末期 有癌症也不像 还是末期 他说你好像陪人来做化疗那样 他说我 我说是吗 他说是呀 其实是你的样子很开心 整天很有喜乐 我说是呀 因为靠耶稣 耶稣教我们 要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所以要靠主常常喜乐 不住的讨告 凡事的借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内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神给我们的旨意 其实是要我们活得开心心的 虽然我们可能 在生命的一个尽头 或者日子 也不是很多 我们更加要珍惜 以及好好享受 神给我们的年日 觉得有意义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很感谢主 因为我觉得 很有价值 很有意思 这位战友的家人 就说 你可以帮我鼓励一下 我的先生 他常常都不太积极 有灰心 他是初顺著 我就去鼓励他 我就和他分享我们的经历 大家都很同 因为我们经过很多的治疗 我自己已经是经过了33次的化疗 从我第一次有眼病的时候 我做了16次化疗 然后复发 我再做多7次的化疗 所以来到西雅图 现在再做10次的化疗 33次的化疗 但是神一直保守我 仍然在 我都觉得是很奇妙 我说在化疗里面 也有很多副效果 那些手 那些脚 那些皮都破坏了 他说我也是啊 那我 还有呢 有肿啊 有痛啊 那嘴唇啊 尼啊 牙鱼啊 全部都变黑了 那大家说的时候 就很有共鸣 那我说 我第二次那些化疗 搞到我整天发烧 烧得很辛苦 百多度 那又起了一些湿疹 很痕 很辛苦 但是又过了 神又带领 又过了 所以靠主 有信心很紧要 那 还有呢 他脱干了头发 那现在的药 又令到我们脱头发的 那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脱头发的了 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 以前第一次病的时候 化疗 已经脱头发了 所以我很有体验的 我比较喜欢就是 脱的过程 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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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没有全剃掉了 所以现在呢 你们见到这些头发是真的 不过只剩下这么多多 那后尾枕也有少少 就是总之是 转转一个圈 这里就光了头 所以我就跟这个 帝卿说 这位战友说 我说呢 虽然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改变 生活上也都要有很多的改变 但是 心情呢 就是我们靠主 仍然是很有喜乐的 我自己的感受的经历 就是三部曲 就是呢 要接受它 身体 生活上的改变 是不容易去接受的 但是我们要接受它 因为已经是一个事实 是不可以改变的 要接受 接受了之后 你就会容易去适应它 当你适应了之后 就很多东西都变得容易的 你就享受它了 他说 第三步就是享受它 我说 是呀 第三步就是享受它 我说 神给我们生命的念日 是要好好享受它 所以你不要觉得 很痛苦每天这样说 应该开心心地说 我说 你有好的心情呢 是可以影响你的病情 都会好的 所以心情很重要的 我跟他分享 我说 如何享受它呢 我说 譬如戴假发 我说 戴帽子 你觉得挺好 你平时很少戴帽子 但是现在我常常戴帽子 有些戴不同的假发 神供应了很多帽子和假发 都不用我自己买 真的很丰富 而且 我说 就好像打针那样 你每天都要自己帮自己打针 他也是 每天打的时候 开始打 那当然很难去接受 但是我要接受 这是事实 那我要适应它 当慢慢适应了去打针之后 就容易很多了 那打针怎么能够享受它呢 我觉得享受就是那种 你打完之后 那种的成功感 我那种满足感 我终于打完两针 今天挺好 打得挺好 我觉得自己打得挺漂亮 还有伤口 有时候伤口打得漂亮的 有时候也有教 那我又觉得 今天打得的效果挺好 那我的子女 她就在圣诞节 过来西雅图探我们 她看到我打针的时候 她说 妈妈 你好像那些人吸毒 那些打针 那我说 人家那些吸毒的人 吸的那些是毒品 我现在那些是补品 因为是可以帮助我的身体 提升我的白血球 是给我的治疗有帮助 所以心态上是很重要 你就享受它 是吧 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圣要保守一切 因为一心的果效 都是从心发出 所以你的心是很重要的 靠主常常要有喜乐 记住三步扑 接受 适应 享受它 我就是和这个弟兄这样分享 虽然化疗是带给我们 有很多不舒服 但是那些不舒服是会过的 还有当我们靠主的时候 又发觉也不是那么难过 所以神真的很有恩典 不单止这样 我觉得还要很感谢神 就是很感恩 神给我们在化疗的时候 能够可以有机会 有报街音的机会 因为我化疗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 常常会唱歌 唱诗歌又唱又唱 那我旁边那些战友 和我对面那些战友 就在那里听 就觉得很好听 我说我又没有歌词 因为我是背出来的 我自己 我每天都说 我自己在唱诗 我都是背出来 背圣经也背出来 那我没有带来 我说不如 下次我带来一起 唱诗歌一起读圣经好不好 他们就说 好啊 那我说 聖诞节就快到了 我说我选一些聖诞诗歌 一起在那里报街音 那他们就说 好主意啊 那所以在化疗中心 我和牧师 带领病人一起唱诗歌 读圣经 分享神的话语 感恩赞美主一起祈祷 所以真的很感谢主 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聚会 在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地方 那Dr. Chu呢 他就听到 就说 我真的 这里从来没有试过 有这些事情发生 我觉得真的很好 他说 可不可以下个星期再来一场 那我们就说 那好啊 求之不得 那我们所以 保佳音就 开了两场 就是 连续两次 两个星期 那么 后来就接着随直 新年了 那所以呢 我们就想 随直更加有意思了 都是同样很有意思 是吧 埋进新的一年 那所以呢 就很感谢主 带领我们 进入新的一年 那所以那天呢 我们有个随直感恩的聚会 又预备好诗歌 经文 和信息 一起祈祷 一切都很感谢主 一切都很感谢主 大家都很开心 又好又安慰 就是见到 见到别人开心 自己真的很开心 更加开心 我觉得 神给我在生命的年日里面 能够可以过得 那么 那么丰盛 那么多姿多彩 是我真的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我是很感谢主 也都真是 做一次很多谢大家 不住地去祷告 帮助我 支持我 连我大哥呢 我上次提到 我大哥呢 就很担心我病 那我上次有分享过他的情况 那我真的很感谢主 耶稣呢 改变我大哥 很大的不同了 他呢 就是 写卡 打电话来给我 都告诉我 他每一天 都会向主耶稣 就是为我祷告 求主耶稣 医治我 那我就跟我大哥说 大哥你要信耶稣了 那我大哥说 等你先好 我说 不要等好 你就现在快点信 他说 你好我才信 我说 等我看到神迹才信 我说 你现在看到神迹的了 我说 我每天都经历神迹 我说 你看我这个 硬正复旗的病人 我觉得 真的是 神的恩典 我说 你看我都不是那么病养 我说 我没有茶粉 没有茶胭脂 没有茶口红 我说 我真的给你看 我真的 现在那个面色是怎么样 他说 你不要报喜不报忧 我说是真的 我说 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福气 是真实的 神是很信实很前爱 这位是真神来的 所以你快信耶稣 我很感谢主 我收到我的歌 最近又寄来一张圣诞卡 这张圣诞卡 他写了一首诗 给我 他还挖了十字架 给我的 这首诗 他说 圣诞响起欢乐声 耶稣出身是救星 为你祷告每一天 神迹显现救育清 好感动 我真的好感动 好开心 神给我大哥 很大的改变 不单我大哥 还有我的家人 我觉得 很紧密 那个联系 我还有另外一个哥哥 他是拜观音未信主 我希望二哥你都快些信主 不要拜那些人手造的菩萨 要敬拜这位 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 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 是一位有真有的神 他是真是神所谓的独身而止 差遣来到这个世上去救我们 所以圣诞节 普天同庆 全球都要纪念 就是主耶稣的降生 带给我们全人类都有希望 我们能够有得救 所以我很想告诉大家 其实神即已经救了欲清 因为神真的救了我 给我有永生 给我有很宝贵的救恩 无论我活在地上也好 我活在天上也是一样这么好 因为我有神 给我这么大的福气 所以我不需要惧怕死亡 如果神认为他的时间 在我身上 我是要回去接我 我也是很信服的 但是如果神说 你留下来继续去传人福音 我当然很开心 当然我很想 因为我真的很想 能够可以再见到大家 再有机会和大家相聚 所以我很感谢神 我知道万事万物 都有神安排一个时间 就好像传道书 三章十一至十四节说 神造万物 国安歧视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然而神从此至中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我知道世人莫强于终身喜乐行善 并且人人吃喝 在他一切牢碌中幸福 这也是神的恩赐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全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 全敬畏的心 各位 只要我们敬畏神 我也会得着神给我们最好的福气 很感谢主 无论神一时间 什么时候也好 都是最美好的 祷告对我们来说 真的很重要 很宝贵 我很想大家为我们代讨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今个月底 一月底 就要去做一个CT scan的检查 就要照一下肝的情况 那些的癌细胞现在是如何 和身体的其他地方 有没有扩散到 所以 请大家为我祷告 第二 我亦都肯请大家为徐医生祷告 因为当我认识徐医生的初时 我就发现他的眼睛有点不舒服 到我第三次去做化炼的时候 然后我就先祈祷 然后我就问他 因为我真的很想关心 他是不是有需要为他祈祷 那他就告诉我 是的 他对眼睛有不舒服 几年前已经做过手术 那我就问他是什么的问题 他说是青光眼 所以 现在的情况是稳定了下来的了 那我也都希望大家 为徐医生的眼睛祈祷 希望他能够完全的康复 求主给他有健康的身体 可以继续去医治 造福我们很多的病人 我跟徐医生说 我说 其实神用人真的很奇妙 往往身体有些缺陷的时候 更加彰显到神的荣耀 他说是呀 我也是这样想 但当然我们也很希望 他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 更加能够一样可以去荣耀神 那我们也都 肯请大家为我们徒共 我是经过徐医生的批准 将他的需要和大家分享的 他是很希望 也都是大家为他代讨的 在这些地方 我很多谢大家 一直给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还有最后 踏入2014年 新的开始 我在这里冲心祝愿每一位 都能够身藏六健 主耻雄福 靠主 尚尚喜乐 我很感激大家 但我又不知如何报答各位好 所以我写了 作了一首诗 那首诗叫做 《无限爱 无限感恩》 是送给每一位的 关心我们之前我们的 各位亲朋好友 弟兄姊妹 各位教牧同工 很多的牧师师母 很多的主画的同道 全都为我们祝福 为这些衷心的感激 每一位 无论是认识我们 甚至是不认识我们 都是这么关心我 我真的很感动 很感谢大家 所以在这首诗里 我多加了四句 因为我不只是想回到芝加哥 最初我写到 我很想回到芝加哥 我后来加了四句 是因为我今次很想跟大家分享 这首诗 所以是希望在任何地方 我都希望再有机会和大家相聚 去见证神的恩典 所以在这首诗里面 我再添加了四句 送给各位 还有送给我们 永不改变的真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创造天地万物的父神 感谢赞美主 希望大家喜欢 无限爱 无限感恩 无限爱 无限感恩 无限爱 无限感恩 每看粉红银苹果 祝福满满一罗罗 来自姐妹帝雨歌 爱心美丽似花朵 又像阳光温暖我 祷告知词未停过 还有为我做直播 一起崇拜祥诗歌 首算神恩实太多 梦恩不忘年当初 光音日月仿如梭 一年已过没法朵 活着知道是为何 不要去到所熟 全阳福音莫初陀 报答主音不敢拖 纳志结出圣灵果 事奉读经不懒惰 圣经补分解心所 天父美意不会错 人生难免有风波 苦难不问为什么 思练人生学功课 灵命封城再突破 主恩救荣最清楚 浩瀚不适如光学 住尽危家安乐祸 肢体相爱好用祸 叹能在序自家歌 见证主恩笑呵呵 更愿亲朋同庆河 借主助我解船祸 苦难是福不是祸 基督大能非小可 坚信救主得一个 全靠耶稣必胜过 永生平安充满我 天上基业最稳妥 主爱今天透心我 有主天天快乐过 收到谁打路 绝遜